其實我一向都很支持環保 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之好 平時我也有做過三式回收那些 但那些都是它要循環再做 做了之後再做一種新的產品 但如果現在我們直接去送贈給別人的時候 它是直接用那樣東西 不需要再生產減少污染浪費 在週末和假期 紅磚屋和跳祖市場的開放 吸引了不少人去錦田來的一日遊 而裡面有很多不同風格的特色小店 販賣各式各樣的二手和復古精品 而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六 在錦尚路地鐵站B出口對出的空地 都會舉行一個社區資源共享活動 在錦田和八鄉一帶的垃圾站 經常都會發現很多新鮮的物品 有不少的街坊都表示 有很多不需要 但是又不想丟掉它的物品 都長期放在家裡 見到社區內的二手資源這麼豐富 我們就決定舉辦一個叫Free夜的活動 希望可以延續這些物品的生命 轉贈給用得著的人 而這個活動 希望以一個簡單的贈送方式 推動社區資源流轉 在減快的同時 也可以減少過度的消費 我們一起聽聽參與活動的街坊有什麼分享 我不介意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要浪費那樣物件 它在善用物件的時候 它有任何的利益 我覺得不違背我自己的原意 我們在大埔自己 有一個群組 它們本身都有類似相關的 只是它沒有一個實體的地方 來做這件事 現在在錦田錦上路出口 有一個這樣的 其實是一個值得 香港其他地方去學習的 絕對鼓勵他們在其他區域 都可以用類似方法 將有多餘的物資分享給社區 讓社區裏面有需要的人 可以共用到這個資源 第一次的感覺 我覺得那幾個朋友非常友善 友善是很重要的 當你不清楚拿東西的人 背景的時候 你其實要對它一種信任 當我去買的時候 我跟它說話的時候 它是非常友善 將一些東西交給我